广州面对一场最严峻复杂的新军疫情考验 要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硬仗 守护好居民的菜篮籽米袋子是关键环节 保障生活物资供应 保价稳供 这条重要的物资供应链究竟是怎样运转的 每天在蔬菜这一方面 我们是保证在6000吨左右 在水果保证1000到2000吨左右 每天12点之前 我们都会出到次日 有多少货到市场来 中午到下午就是我们是收货时间 然后到晚上停12点以后 我们是进行物流装车配送到店 一般是到凌晨4 5点钟 我们的货物就是运送配送到门店 门店的店员上班的话 就在4点半到5点钟左右会到门店 到店过后的话会夺取所有的产品 进行一个打包分解拆箱 三家对于一些需求量比较大的门店 下午进行一个二次配送 当时是封控区的时候 那个小隔压力肯定是特别特别大 现在解封了 那个单量也降了很多 而且能够把这些货物都及时的送到扣手上 一周财经业说大力一起去 直击疫情下的广州物资供应链 我国有着旁大根压健康以及慢病人群 这类人群被保险行业统称为次标体 在购买商业健康险时 通常会面临被拒保随外延期等情况 最近有大型保险企业积极探索 市标体保险对保险公司的分险管理能力 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同时也对我们营销员队伍的专业素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推出针对带病期人群的重击前 是一种有益的创新的尝试 能够丰富保险产品的功识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样的保障服务 究竟这类保险覆盖范范有多大? 怎样购买呢? 保障的范围包括了行业时贵 规范定义的28种重击和3种轻证 它的重击赔会是百分之百的保险金额 那轻证呢是百分之二十的保险金额 它已经覆盖了百分之九十九的重击利赔